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云图上可以看到呢 这段时间在台湾附近的云层比较少 水气比较少 所以天气当然相对比较稳定 只有底层因为偏东风带进来一些水气 造成迎风面 像今天宜兰有些零星降雨 还好范围 雨室 雨量都不会太大 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也差不多 台湾附近吹的主要还是一个偏东风 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 云量可能多一些些 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会出现 但整体来说对外出影响不会太大 西半部是在被封面 明天主要还是晴到多云 各地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天气的转变 我们提到是在明天的晚上开始呢 下一波的东北季风 明天晚上开始会逐渐的增强 还好这波东北季风刚下来的时候 水气不会太多 只会造成迎风面 云量增加 像雨还不会出现 变化明天还不会太大 主要是在后天 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 东北季风持续影响 而且开始带进来一些水气了 所以五六两天 基隆宜兰就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宜兰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明显 大台北还有花莲在五六两天 云量偏多 也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过了桃园以南 影响相对小一些 只是桃园在五六两天 云量比较多 云尘比较厚 过了新竹以南 到了中部南部 五六两天 持续都是多云稻晴 可以见到阳光 包括了台东 也是多云稻晴的天气形态 接着等到礼拜天 东北季风就会减弱 转为偏东风 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 西半部天气稳定 只有在东半部 基隆宜兰有些局部短暂雨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窑来看到 这段时间 台湾附近没有什么冷空气影响 加上有阳光 所以白天有阳光照热 还蛮温暖的 而等到明天白天的温度形态也差不多 各地来说 都是比较舒适 有阳光的地方 同样还是有些暖意 但早晚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明天在北台湾的温度来看 整天大约14到27度 而注意在中部地区 15到28度 注意在南部 17到29度 东半部则在20到26度上下 温度的转变呢 我们提到是在后天 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呢 东北季风增强 会把一些凉空气给带下来 虽然这波冷空气不是太强 但还是会造成在北台湾温度 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五六两天 北台湾高温会降到大约在 20到23度左右 到时候还是要适时添加异物 其他各地影响比较小 主要留意的还是早晚比较凉冷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明天天气还是稳定的 把握洗衣服洗车没有问题 但是呢 留意早晚添加异物 中部以南 这好天气就没有好空气 所以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 明日下半天之后呢 包括了新竹到云林 还有恒春半岛 风力会有所增强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在北部地区 天气依旧是来得比较稳定的 晴到多云 白天舒适 早晚凉冷 基隆19到25度 台北19到27度 新北19到27度 桃园19到27度 新竹18到26度 苗栗14到26度 要等到晚上之后 东北季风会逐渐增强 我对中部南部影响不大 中部明天呢 主要还是晴到多云 但空气品质会比较糟糕 留意日夜温差 台中17到27度 彰化17到26度 南投16到28度 云林16到28度 加雨15到28度 同样南部地区呢 空屏也比较糟糕 所以过敏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 台南18到27度 高雄19到28度 屏东17到29度 降雨几率都是零 而东半部地区来看 明天白天呢 云量算多一些 但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的 就有一些零星降雨会发生 宜兰19到26度 花莲20到26度 台东21到27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明天主要都还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金门澎湖高温25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呢 这种稳定的天气形态 还会持续一天 但等到礼拜五 礼拜六 东北季风增强了 迎风面降雨增加 北台湾温度转凉 中南部影响相对比较小 礼拜天 东北季风就会逐渐减弱 锁定台式气象 军开每天跟您聊天气